又到了林村的冰单路了 一会儿去前面吃上一碗 黄粑面 给我加一个鸡蛋火豆腸味龙 去加的油酥饼 特别好吃 有辣椒了吧给我上面放点辣椒 葱 辣椒都有 哦 都放一点吧 我们这儿这饼子都是烤上出来的 刚出锅饼子特别的香 好了 我到这个农贸市啊 我到这个农贸市啊 一会儿这个羊杂面 一进这门就闻见香味了 跟我闹上一小耳羊杂 我们这儿这羊杂面也是用的这种 我们李温家特有的这种剪面面 这面条全是他自己做的是吧 对 羊脸 羊肚 对 羊肝 这羊杂面已经上来了 我再放点这羊油辣子 这种辣椒是羊油泼的辣子 特别香 这羊杂面 配上这香菜和葱花 也是特别的好吃 我每次到这个农贸市场买菜 就要带大家吃上一碗的羊杂面 哎呀 这汤真是太鲜美了 这一大碗羊杂面材 八块钱 太实惠了 一大碗都叠完了 走也得把这汤喝了 这精华全在这汤里 又倒了这家海鲜店了 这带鱼怎么卖 23 给我乘两条吧 这两条多少钱 43 看一下 里面都是白白的 这就是鲜袋 这黑鱼是吃肉的是吗 每天做条黑鱼吃 刺瓜怎么卖呢 刺瓜5块 来 过来乘两条刺瓜 好嘞 这个4块8的 大家好 我是黑哥 今天买两条带鱼 让老妈给做个带鱼吃 好几天都没吃肉了 黑哥也要改善改善了 带鱼已经杀好了 我再洗上一下 这带鱼身上的这白白的这磷 不需要挂 真是一种卵磷质 特别的有营养 带鱼洗好了 拿空空水 今天还买了两只丝瓜 炒一个丝瓜吃 荤素搭配上 丝瓜简单洗一下就行了 一会还要削皮 大家好 儿子买了两条带鱼 今天我做个糖醋带鱼 和大家分享 儿子已经把带鱼洗好了 我把带鱼切成段 今天这带鱼看起来挺新鲜的 我买的就是鲜带鱼 鲜带 多钱一斤 二十三一斤 哎呀 有点小贵 好吃就行 猪肉一斤 二十七八 咱们吃的广广的 你不让我买猪肉 我算了 我今天来两条带鱼吃吧 拿着切好的带鱼 比着切 这样切出来的带鱼 大小一样 带鱼切好了 我把它装盆备用 妈 哎 这带鱼不用腌 儿子我告诉你 海里的鱼都不用腌 它本身就很鲜吗 哦 这样 我再切点做带鱼的配料 葱切成鞋刀段 姜切成片 这姜有点大 我把它从中间切开 最后切点蒜 将切好的葱姜蒜 放入盆中 加一勺白糖 两勺食盐 再倒点 我们三西的老陈醋 醋多倒点 今天我做的是糖醋味的 最后来点老抽上色 再来三个大料 几个干辣椒 用开水 把做带鱼的配料 泼成料汁 这样做的时候更加入味 拉勺搅一下 让调料充分融合 搅好了 把它放边上备用 煎锅内 倒适量底油 我把带鱼先煎一下 开火 油温五成热 将切好的带鱼放入锅中 煎带鱼 油温不宜太高 小火慢慢煎就可以了 煎一分钟左右 把它翻过来煎另一面 这带鱼够新鲜吗 好 就这样小火慢煎 新发面多煎一会儿 煎至 带鱼表面微微金黄 就可以控油出锅了 继续煎 盘子煎两锅 带鱼全部煎好了 我把它全夹出来 带鱼全部煎好了 煎带鱼的油 晾凉以后 直接把它倒掉 因为这油腥味太大 不建议再次使用 起锅 将调好的料汁倒入锅中 大火烧开 料汁已经烧开了 把煎好的带鱼倒入锅中 让锅再次烧开 锅再次烧开了 沾上盖鱼 转小火 炖15分钟 已经炖了15分钟了 我再转大火 让它收一下汁 汁收的差不多了 关火出锅 糖醋带鱼就做好了 儿子买了两根丝瓜 我再炒个丝瓜 把丝瓜切成轨道块 我再炒个丝瓜 就可以开饭了 下点水 让它微微的炖一会儿 出锅前再来一小勺胡椒粉 这样味道更加鲜美 好了 关火 干吗 有 还有这鲜带鱼好吃 对 它有它贵的道理 你这四瓜也好吃 是吗 儿子 嗯 你多吃点的丝瓜 丝瓜是子壳化痰的 好嘞 那我多吃点 妈 你说这带鱼能清炖吗 我没做过清炖的 咱俩一般就是炸的吃 对对对 红烧的吃 糖做的去 对 这个带鱼 要在饭店吃 嗯 最少得 108 关键是你做的这带鱼好吃 外面做它做不出你这种味 糖醋带鱼 大家学会了吗 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黑哥的作品 可以在屏幕右下角 帮我点个关注 顺便再帮我点个赞 黑哥在这里 谢谢大家了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拜拜